大家好,我是Dan 在警方证据不足,无法传唤基地的情况下 今天,基地为了接受首次调查 在下午1点20分左右 自行前往了仁川警察厅毒品犯罪调查队办公室 在保镖的陪同下,从车里出来的基地 在警局前接受了记者的提问 什么理由自冤倒案说明的呢? 我要去确认看看 承认吸毒嫌疑吗? 我跟毒品犯罪无关 来这里是为了澄清这一点 比起多说什么? 我想早点去调查 你觉得是警方的过度调查吗? 那就要看看了 什么时候染法票法了呢? 我没有做过 没有去过那个生涩场所吗? 等着敲了 你跟女市长提供药品的医生都无关吗? 没有,我可以去接受调查了吗? 最后对粉丝们说句话吧 不要太担心,我接受调查就回来 警方表示,今天会对基地进行快速试剂检测 首先确定他是否有吸毒 然后采集尿烟和头发样本 请求国立科学调查研究院进行精密坚定 然后警方还计划将基地资源提交的手机拿去坚定 来收集相关资料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在这里也有拍手伸懒药 这只是他平时的习惯吧 如果这个案件最后被判定无罪 那么负责的毒品科应该要全员下台 公开名字还下禁止出境 最后却若无其事,这有道理吗? 媒体在调查还没有完全进行的情况下就发布新闻 这种事也该停止了 在这里表情语气也很奇怪 会不会是嫖法后再染成黑法的呢? 反正很快就能知道的 静静的等待结果就有那么难吗? 给我一种已经弄当时的感觉 如果他无罪的话 那就会留下雷震的动脱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虽然我不是粉丝 但真的很讨厌听到有关艺人吸毒的新闻 只希望他不是那样 看到谁因为毒品而遗落千章 如果不是毒品不是更好吗? 看留言的话 有些人似乎希望他真的是吸毒 这些人真的很像疯子 之前演员伊吉诺遭到一位女性的性情提告 对此伊吉诺强烈否认 并在为了道案说明现身警局时 完全没有紧张 反而是充满自信 而这个片段被韩网称为是 出席警局的Legend 总之希望极低的事件能尽快有个结果 对于他不ered 吸毒 吸毒 吸毒